我們在禮拜六早上的時候 有在check一下KPTV 他這個流量 今天早上流量就一千多 這個從一開始開播的八千多 然後一路掉到一千多 可能不同的這個受訪者 上台的時候會有不同的效果 但不論如何 這個TV開播之後 總累積的觀看人數 已經突破四十萬了 那麼這個月收入排名第二 怎麼可能 他才開播沒幾天 怎麼月收入排名第二了 這個至少 根據流量算的 好 這個是YouTube上面 算出來的一個結果 所以柯文哲就開始了 Paycoin 拜託勇士們 我們需要這個無上限疊加攻擊 我們需要勇者同行 義無反顧拼一次 重點來了 柯文哲 需要你的課金 各位來拿錢 那這個黃山說 不要看我們這麼沒有 我們內參民調平均是在二十四 到二十五的選舉不是選民調的 名嘴的評論太廉價了 選舉不是選民調的 就好像這個誰 這個韓國瑜之前是有說過了 蓋牌就對了 蓋牌往前衝就對了 沒想到柯文哲要布韓國瑜的後塵 也要蓋牌往前衝 所以說黃山講這個話 意思就是說很多人就看衰你的民調 所以不願意捐錢給你了 所以他太空 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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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有一千八百 他在什麼朱利倫基金會 你不是要藍白河嗎 現在怎麼反過來攻擊朱利倫 好奇怪 而且又沒有證據 他很在攻擊國民黨有錢 來凸顯他的這個貧窮 然後就開始推出課金方案 對 但是問題是 這個柯文哲到底會有多貧窮 你能靠這個YT 每個月收入五十萬 你可以度過這個總統大選嗎 你也不用騙人嘛 而且再補充一下 YT島內五十萬還要被抽投 還要被抽四成 對啊 所以這很好笑 我剛剛跟妳柯文哲 在這個沒有二零一四年之前 他是這個 大家都支持他 那有時候這個大家幫募款 金主就要去吃飯 然後他就自己吃一吃 然後就跑了 然後金主也不付錢 然後那個金主覺得說 反正我要支持一個 這個不然不利的人 我就捐錢給他 那這個做了四年 五 八年之後 整個情勢完全都轉變了 柯文哲在這個任內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前陣子那個大指 那個基態建設那個標準 就是說我本來監控的標準 零損的監控標準 是由市政府委託第三方公單位 去這個監視的 結果他把它取消 這取消是獲益很大 除了就是說你這整個基地的 這個貸款有七億多 然後你可以如果有七億多的話 那你這個貸款可以不用白付利息 你可以繼續施工 然後再來那個工班 整個工班或是整個施工的 這個進度都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東西 對於所有的建設公司 其實都非常的有利的 不只是那一家的 那個所謂的基態 其實這個 你說本來蓋這個大樓 會不會影響到鄰居 是要有一個第三方單位來做監控 對 零損的監控 那現在他取消之後 誰監控 就自己監控 就建商自己監控 那就很好辦 建商說了算 對 建商說了算 對柯文哲這傢伙也是怎麼樣 拿著刀叉吃人肉的跟財團合作 他後來根本就是同流合污 他不用講別人 他做得比別人更扯 這種零損害人家這個房子倒塌 都沒有辦法這個補救 所以說我覺得說這一波 那他這樣幫建商 他應該好募款啦 你為什麼又說募款有困難 我跟你講 他本來在這個藍白盒之前 他的確是好募款 因為大家就看好藍白盒 可是現在藍白分手之後 這些建商看見你 看見你好像沒什麼希望了 那會不會再給你 會 但是那個資金會 那個量會差很多 本來我可能要給你一千萬 我可能減為一百萬 然後這個尤其是某一家 叫什麼零的建設那一家 他是有做這個雙兩邊生意的 這個那一家 本來是非常看好藍白盒 對 要當大金主的 對 搜索了 就是那女藍白盒 搜索的就是那一家 我沒有說 媽 就是說你看到藍白盒 就類似這樣 看藍白盒一破裂之後 這些人就縮手了嘛 祝你幸福 對 那你現在 他現在靠人說 我還有幾席立委 然後幾席的議員 然後我還可以在台北市 就是影響一些小區域的建築商 所以他就靠這些繼續這個做一些募款 那你現在民調又落成第三名 所以狂犯人就會一直講說 這個民調不準 我們民調還是有二十四的 這個都是建商 他這個所謂的二十四到二十五 是不是以他在台北市的得票率為基準 對 他以他做手機的民調來做 對啊 就是以他做手機 結果發現他台北市 只要上手機之後 跟這個實際的得票率是差很多的嘛 所以今天有一份這個所謂的 內財民調流出來 他跟外界就差很多 他就跟侯友宇還是伯仲之籤 還是有麻花 所以就很好笑 所以黃珊珊講這種話 就是說各位金主 你不要收手 你不要看壞我們 我們還是有前途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他當然還是有募到錢 但是也沒有像他講那麼窮 否則這選擇就不用走下去 但是跟他預想的部分 是差很多的 他算台北市的時候 民進黨是怎麼照天的 光景不一樣的 你要這樣你走自己的路 對不對 你這麼斷 人家到腳去 你翻臉就不認人 那時候連金主也介紹給你 對不對 連組織也介紹給你 你要這個黨工 你要這個工作人員 人家都全 全專投 才華也借給你 金腦袋也借給你 對啊 我就要講 全套服務的 對不對 那你現在就這樣子了 24 25%這個部分 我應該是讓原資做一個參考 如果有機會回去的話 那天遇到民眾黨 其實民眾黨的議員坐在我後面 我們是同一個區塊的 那個質詢的 那個桌子不一樣 他是前後 那有在聊天 不小心我有聽到一件事情 其實以現在四話的民調 確實柯文哲只有17 8% 但是如果四話加手機 他有可能是25左右上下 所以他們現在是用這個方式 在自我催眠 那除了自我催眠以外 他們對所謂的募款 其實以前在柯文哲 在跟民進黨合作的時候 那時候如日中天的民調的時候 常常會有建設公司 幫我用一個柯文哲吃飯的 那我們要給他抖內 我們多少人要給他抖內多少錢 那後來現在的話 據我了解那些建設公司 有的上市櫃的建設公司 大家在聊天當中 那天要求我吃飯 我跑得好像賠的 我現在不贏 甚至於說有些人會想說以前大家這麼好 那本來我預計要贊助你十塊錢 一百塊的 那對不起 我現在只有 只有可能給十塊錢 十五塊 那我也贊助你了 畢竟他 柯文哲沒跟他硬說 你當中我買才行 不會 柯文哲現在有就好 那你說一個月五十萬扣掉 百分之四十八給YouTube 那個平臺的那個費用 不然就一個月辦一場嗎 不太可能 所以以照他現在後面的金主 之前彭振生在幫他的時候 有很多的工程公司 營造公司 事實上得到他的幫忙 那這部分 彭振生能把他 柯文哲的殘餘價值 再去利用這次總統去募款 募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還是有繼續在動 甚至於他的不分區 有些人還有扣打的在募款 這是我現在了解的內容 所以你的意思說 他一直在說給我課金啊 我要小額捐款啊 你就翻白眼就對了 那應該換個角度 真的是募到民進民眾黨的裡面 還是柯文哲個人的金庫裡面運用 我不知道 打一個問號 打一個問號 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柯文哲 現在的打法 是真的有維持在二十五左右嗎 最近他民調的起伏 是有一些曲線上的變化的 本來被打到的十五以下了 今天最新的美麗島 彈回到十七點多 反而是賴清德有往下走一點 看起來賴跟柯之間是有一些互相流動的票 黃珊珊他真的證明了 KPTV其實就是一個白色信仰台 你看他是中這個 上面標題說柯文哲跟賴清德 已在誤差範圍 他意思就是說柯賴 都是第一 第二 只差一點點 然後第三名侯友宜 明顯落後一劫 所以他們的民調裡面 侯友宜還活在小老三的世界 所以我就很懷疑說 這是不是一個時空措置 把半年前的這個節目 拿來現在去做那邊直播 所以他的重任作用是說 要穩住信心 我們沒有崩盤 阿伯還在 粉絲沒有走 其實背後的原因就是希望說 金主能夠持續的一個捐款 那最近一個新招 就是那種所謂的客廳革命 什麼呢 就是說他就弄一個公開信給他的黨員 那預設都是一些年輕人 然後說你們要去跟長輩 好好去談談 去跟親親長輩的一個想法 試著要把民眾黨的價值 一點一滴的和長輩分享 我很怕柯文哲 他的一些支持者這樣一做之後 支持率會掉更快 因為很多這些他的支持者 不知道柯文哲做這些狗屁 找招的事情 結果長輩很熱誠的分享之後 可能反而被說服的是年輕人 你只要上網去打柯文哲爛帳 你知道會出現什麼嗎 馬線出現 臺北市政府講萬安 整理出來了 總共有22件重大工程 有官船局一案 捷運局十二案 杜發局三案 聯合醫院三案等等 一堆有人沒爛帳 柯文哲爛帳 對 你打柯文哲非常多 證明台北市做得非常爛 你打柯文哲歧視 你打柯文哲仇女 哇 出現來這事情 可能會完全顛覆 非常多年輕人他這個三關 所以說我覺得 柯文哲要用 特性革命這一招 甚至還用一個狠奇說 開玩笑說 年輕人可以買機票 在投票日 把長輩送出國 這個有妨礙選舉 這個問題 你一個底下的一些人 開開玩笑就算 你身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開這麼難才聽著玩笑 真的是已經沒有招了 所以他真正的命運 可能就像前幾天 大家發現這個這樣子 KP的這個車子 哇 微停 停在人家的 這樣子一個人行道上面 好 這就算了 你一時之間搞錯了 不知道這邊不能停車 結果你還停在人家 並一管 有沒有記點 有沒有開罰單 這個我不知道 最近連續被拿了兩個罰單 馬上都記點 最近真的臺北市很恐怖 很糟糕 最近很恐怖 他這個在新竹 這個有沒有開罰單 這個在新竹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開 記點民怨很高 這個要問一下高鴻甘 那接下來又發生在新竹 有沒有檢舉 這個確實有 這個最誇張的是說 他在併儀館的接起車位這邊 就是大起從醫院 要運到併儀館的時候 會停在這個車位 車位就比較大 因為要移起要出入 結果你把這車子 直接大啦啦的圍勤在這邊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不吉祥的徵兆 就表示說柯文哲 他的整個競選團隊 其實在組織規劃上面 既沒有形成 安排上面 會出現一堆各種違規 這些小失誤 累積在一起 就會使得柯文哲 他再怎麼樣 就維持15到20%民調 已經很難再往上了 失誤 好 好